今秋时节,西北大漠天高云淡,黄叶璀璨,解放军某部网络政治工作座谈会的召开,使异时代的东风,近吹戈壁滩,连日来,围绕信息网络时代政治工作这个重大课题,数十名与会代表和来自机关、院校、新闻媒体的领导专家,一起极力公关,极致研讨,集思广益, 为期两天的会议,主要采取专题辅导,现地观摩,参观建学,研讨交流等形式展开,座谈会现场究竟有哪些亮点? 跟随小编一起去看看,亮点一,网络政工会意义深远,这次座谈会,在迎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,古田全军政工会召开四周年的重要节点召开, 通过走进红色遗迹,寻根溯源,让历史照进现实,交出和格达卷交流互建,让传统对接时代,起敌思维刮起头脑风暴,让创新激活梦想,使大家从中汲取前进力量,扎实过好网络观时代观,走好这一代政治工作者的长征路。 亮点二,全员全域全流程,将五指画伴会进行到底,网络政工会,意义时代,东风尽吹,会上会下,会场内外,信息化元素无处不在,信息化手段搭展威力。 从报道那一刻起,与会代表不由地连连发出赞叹,整个会议全员全域全流程深度应用现代信息科技,与会代表报道旧扫码,入驻即进群,专属微信群成为通知相关事项,推送学习资料,在线交流互动,思想火花碰撞的线上学习大本营, 倡导全程五指画伴会,各单位网络政治工作创新实践交流台料,和展示视频,会议须之等提前嵌入平板电脑,每名代表人手一台。 净显现代信息科技的高效便捷,亮点三,会场气氛超然,都怪现代信息科技太详细,在网络政治工作建设成果展示环节,以神科技面貌,呈现在与会代表面前的数字使馆,让大家无不反复把玩,爱不释手。 该馆采用720全景展示技术,三维建模技术,将创业历史,红色遗迹,英雄壮举,实物资料等原始样貌,真实场景逼真复现还原,VR头盔,数字手柄等辅助数字设备的运用,营造出多点透视,多为感知的虚拟环境,使大家听得详细,看得清楚,处有质感。 给人一种原地穿越,身临其境的感受。 与会代表纷纷表示,黑科技,神操作,真是开了眼,每一个细节都很震撼。 亮点四,网络远承受客系统,打掉教学隔离墙,架起沟通连心桥,对于点多现场,居住分散,人员难集中的单位来说。 网络远承受客系统的神奇之处,就是原谁解得了尽可。 该系统分为远承受客,推门听课,视频回放,视频会议,心理辅导五个板块。 具有及时,快捷,直观,高效等特点。 能够满足交互直播授课,教学督导查课,视频回放共享,远程开会讨论,远程一对一,一对多心理辅导等实际应用。 据介绍,该系统可依托网络平台,只要有两兆带宽就可以传输高清视频。 VRV网络通信协议完全自主编程,打破了西方技术壁垒,通过了公安部课室,得到尼光男院士充分认可。 这一系统推广后,可为各级政治机关高校指导工作,安全建网用网搭起更好的平台。 在远程授课掩饰中,主讲人张海燕,以网络舆情管控为主题精彩讲授。 四个单位数百名官兵,同步远程聆听,互动环节可视话题问,热点问题远程讨论。 张海燕甚至将魔术引入现场教学,授课气氛始终活泼热烈,眼前一亮,耳目一新。 许多代表表示,如果网络远程授课系统能够推开, 必将在优化资源配置,提高授课质量,节约人力成本等方面,发挥重要作用,产生良好效益。 亮点五,全新融媒体中心亮相。 作为全军军级单位第一个融媒体平台, 该中心通过整合媒体渠道资源、内容资源形成新媒体矩阵, 搭建起资源汇聚、存储、编辑、检索及应用的一站式服务体系。 具备资源聚集、选题审核、远程制作、融合发布四大功能, 可快速实现IP电视加移动客户端, 加强君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加APP等多平台各性化发布, 成为职能统一、简约高效的新媒体旗舰。 亮点六,过好网络关心过思想观,将心中问号,变成感叹号。 这次座谈会最大的收获之一,就是许多长期以来纠结于心, 悬而未解的思想迷雾得以扩清。 网络政治工作是不是可有可无? 对待网络该不该因噎废食,运用网络能不能提制增效? 座谈交流中,与会代表围绕网络政治工作, 一系列重要议题热络会商,各书几件。 大家普遍认为,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, 增强开展网络政治工作的坚定性、自觉性。 一定要数老网络政治工作非抓不可, 大有可为,大有作为的思想。 认识到网络是增强政治工作时效的增长点, 是提升政治工作质量效能的倍增弃和助推器。 必须大力推进政治工作与信息网络技术高度融合。 特别是从政治工作组织形态、力量结构和运行机制上改进加强。 推动政治工作往上往下一起做,机关基层合力抓, 才能推动网络政治工作健康发展。 亮点七、五个下功夫, 打造闯关利器, 立会代表感到。 只有积极探索实践, 不断提升网络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影响力。 着力在强化网络学习功能, 创新搞活政治教育, 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, 弘扬先进文化, 联系和服务官兵上下功夫。 进一步找准网络加, 应该加什么怎么加的着力点和突破口, 才能在闯关过坎中, 掌握主动悬, 抢占主阵地, 打好主动仗。 从实践中总结提炼又服务于全新实践的五个下功夫, 被与会代表称为护航闯关的利器, 亮点八, 极力七个新网开心局面。 大家普遍谈到, 这些年的创新实践进一步证明, 过好网络观时代观, 必须积极探索住魂育人新模式, 抢占舆论斗争新阵地, 加装助力打赢新隐情, 彰显红色文化新魅力, 开展网络党建新尝试, 走开联系群众新路子, 打造影官圈等新平台。 为其如此, 才能真正为政治工作插上信息化翅膀, 开创网络政治工作新局面。 亮点九, 专题片为政治工作插上信息化翅膀震撼亮相。 座谈会第二天播放的电视片, 为政治工作插上信息化翅膀, 在与会代表中, 引起强烈反响。 大家纷纷表示, 这个片子给人强烈震撼和强大力量, 能够从中深刻感受到网络政治工作前景广阔, 前例无限, 未来必将大有可为, 大有作为。 亮点十, 七家单位同台PK, 喜看网络汉海白葛蒸流, 大会交流环节, 七家单位的交流各有侧重, 各显神通。 在与会代表看来, 这更像是一场建网管网用网的大PK, 从网络加深度介入部队全面工作, 到利用大数据集约化标准化管理人力资源, 从通过网络构筑部队安全的磐石工程, 到推动网络挡件工作先行试水探路, 从管网用网的思想破冰, 到借助网络在部队管理中铸牢防火墙, 以及通过内网、外网、局域网三网一体融合发力等, 网络政治工作各成一彩, 网络汉海白葛蒸流, 大家无不进一步坚定了推动网络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信心决心。 亮点十一, 与会代表感, 感慨, 无往不胜天地宽, 一次网络盛会, 激活一池春水。 许多与会代表, 纷纷在网络正宫微信群发表感言, 抒发参会的收获, 体会和思考。 会议代表孟良, 参加会议, 开阔了思维视野, 凝蓄了思路举措, 看到了差距不足, 坚定了奋进方向, 可以说打开了时网天眼。